下面我们讲第十二节 第七把位练习 之所以把第七把位安排在这里进行 是因为第七把位 比起我们前面学的第四把位和第一把位呢 在掌握起来呢 相对难度大一点 因为从第七把位开始 我们的每一个手指 是紧挨着摁弦 就不是隔指摁音了 比如说我们在第四把是 收是一指 拉是三指 中间隔开一个手指 这样相对来讲就轻松的多 第一把位也是 也隔了一个二指 那么到第七把位以后 它的音距开始缩小 那么手指呢 也开始由隔指摁弦 变成了 临指摁弦 也就是说每一个手指挨着 都有音 比如说第七把这个 Do Re Mi 就用一二三指摁弦 这样的话呢 在开始掌握起来呢 手就可能有些紧张度 就不像第四把 第一把那样松弛 所以我们把第七把安排在 比较靠后的 这种 这个时候来训练 那么第七把的手型 大家注意 手指的要求 是跟第四把 第一把 应该是相同的 手指立起来 手指立起来 然后就注意手腕的动作 手腕动作 稍微有望里收的感觉 望里有点略微 望里的收一点的感觉 因为你手指 这个手腕 如果在这个时候 鼓起来的话 那么你的一指 就会往下走 那就会往同一方向 去发展 恰恰我们第七把 是要求两个手指 也就是一指和三指 用不同的两个方向 去扩张 去剔开 这样就要求手腕 略微的 要收一点 十指 一指 上扬 往上够 三指 也就是咪这个音 往下够 这样才能够到它 应该的 那样的一个宽展距离 看 在这一把位里头 特别要注意的是 首先要保证 一指和三指的距离 因为二指放在中间 相对的来讲容易一些 你要保证 特别要保证这三指的距离 好 我们现在 看一下第七把位的练习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注意我刚才讲的 手腕的感觉 手指 往两个不同的方向扩张的感觉 把握住每一个音的位置 好 我们先找到第七把的这个 D 也就是空弦的上方高八度的这个音 好 这是第七把的音 好 预备 起 好 等一下 这个咪还要注意 刚才我在讲第一把 第四把的时候弹得过类似的问题 也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 一开始是准的 不要弹着弹着手 往中间收缩 往中间收缩 你要始终保持在一个扩张的状态 这样那个D和咪 才能自始终保持准确 刚才我们的手就开始 已经有这个咪 就开始有点低了 就已经不是很准了 所以我们重新来一次 注意这个问题 好 预备 起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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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